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眼鏡的長工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支太陽眼鏡 這個是Occle的Drop Brake 這是Occle大概在兩年前 專門為了單車運動去做研發的一支太陽眼鏡 當然也在當年 國際上一個有關運動用太陽眼鏡 單車類的評比是 第一名的 它的風阻系數什麼各方面真的設計得很棒 如果它比較適合是單車運動 它佩戴的穩定性比較沒有辦法去應付 一些比較激烈的運動 像比如說你要打棒雷球 可能就比較不是那麼的適合 這個是一個網友他在網路上去提問 希望我可以教他怎麼樣 去拆換這個Drop Brake的鏡片 就是把鏡片拆下來 再把鏡片裝回去 當然這個東西用文字上來教是 絕對沒辦法教嘛 所以我們就拍這個影片 來 跟大家 講解一下怎麼樣去更換Drop Brake的一個鏡片 OK 我們先看這邊 內側這邊看 這鼻墊 我們直接 往上掀 往上直接掀開來 這邊這個鉤子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邊應該看得出來 這邊這個鉤子 就有點浮出來了 浮出來之後呢 把這個鉤子往下一搬 那這邊有個重點 鉤子這個 這邊已經出來之後呢 先把鼻墊卡回原位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等一下 我會在裝鏡片的時候 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等下會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這邊下來之後呢 我們直接把 下板掀開來 鏡片就可以拿下來了 OK 那 裝鏡片呢 一樣 來先從 兩側 先進去 上面的鏡片 也卡進勾槽之後呢 來這邊 重點 重點就來 為什麼剛剛 一定要把筆電掀回來 如果說 你沒有把筆電掀回來的時候呢 你這邊 來 如果說我們筆電是這個樣子 你在掀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這個鐵鉤 是不是有可能會去 掛到你的鏡片 所以這邊很重要 一定要 記得把筆電 放回來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就不會去掛到鏡片 OK 把下板 靠上去之後呢 一樣鏡片都進入勾槽之後 這樣子 然後呢 把筆電往上掀 這邊勾槽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 勾槽 這個鐵鉤 卡住了 再把筆電盒回來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 稍微練習一下 不困難的 那特別再介紹一下 腳BREAK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的鏡腳的這段的長度 是可以調整的 從鏡腳這邊 這邊有一個 開關把它打開來 這邊它就有三段可以選擇 那通常我都會建議 我自己的 配戴的經驗是 以我們亞洲人來講 你把它鏡腳放到最長 戴起來的穩定性是最好的 那當然 實際上還是要跟每個人的頭型 所以它有三段的長度可以做選擇 所以你就每一段都試戴看看 看你覺得哪一種戴起來最舒服 就以哪一種為主囉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 Ocally Drop Rack 晶片拆換的一個 教學影片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